原标题 原初诗表中,有着这样的描述臣本不一,功耕于南阳,苟权性命于乱世,不求文文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卑,比,比,卑为自往驱,三顾臣于草庐之宗,自臣以当事之事,由是感激,遂取先帝以驱迟。后执亲父,受任于败军之计,奉命于危难之间,而来二十有救一年矣。 诸葛亮本身属于孔雀形,这种人的最大缺点是缺乏目标性。而刘备的三顾茅庐,用天下大事来咨询诸葛亮,让诸葛亮产生了知欲之恩。 从此,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,以刘备的先父汉氏为目标。放刘备去事后,更是唯一身后时,使得诸葛亮更觉得身上担子沉重,时时刻刻不敢放松。 而北伐作为,最终统一全国的核心目标,更是在他的周历计划之中。 楚汉集团内部矛盾的存在,需要借助向外的发泄转移矛盾的刘备。 虽然大领荆州集团统一,并建立了蜀汉政权,但是,还没有等到他正儿八经地稳定住自己的地盘,就因为征讨无国而染进去世子。 给诸葛亮留下的,是一个益州疲弊,此成危及存亡之秋也的蜀国。 蜀国内部存在着刘备从荆州带来的,包括诸葛亮在内的荆州士族集团,还有一州本土所有的一州士族集团,还有刚刚占据的汉中士族集团,还有虽然纳入统治,但是,还没有臣服的孟霍部落集团。 展开全文前三个集团的士族,各自有着各自的首领,都希望在新兴的蜀国内部,奋一杯政治之羹。 而孟霍更是不服蜀汉的统治,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反抗。 诸葛亮在完成对孟霍的平定后,编起罗密鼓的安排北伐,也是让日益疲蔽的蜀汉内部,能够建立统一的利益目标,让这个国家。 机器更有效地运行起来,之后能更好的平衡利益,选协认能。 通过向外的扩张,不只是从诸葛亮才开始的,秦始皇先后派遣五十万大军进军南越,派遣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,并且移民边疆,魂缘勿农,也不是为一种向外发泄内部矛盾的方法。 可惜,秦始皇时期律法科科,最终逼得陈胜吴广皆干而起。 魏国日益强盛,而蜀和吴实力便若刘备入成都,公汉中,关羽更是率军北伐,一时之间,新兴的蜀国成为最强盛的一方。 于是,被魏国和吴国联手攻击,最终以关羽兵败身死结束。 而刘备以报仇为名,想要重新夺取京香为目的的公务之战,也最终损兵折将,以刘备并是魏结束。 一时之间,本来兴盛的蜀国,一下子变成了最为衰弱的国家。 而期间,魏国不断发展,变成最强大的国家,并且不断攻打没有支援的吴国,消耗吴国元气。 当此之时,吴国承担压力最大,而如果蜀国继续下去,很可,能吴国成为第一个被吞并的国家。 所以,为了抑制魏国的强盛之势坛,蜀国必须抛去前嫌,继续走连吴亢类的路线,并付诸实际行动。 而北伐,绝对是最有效的方式了。 当时,魏国大军以及主力战将都集中在吴国北部,对于与蜀国接壤的地区相对而言防守薄弱。 综上所述,北伐是在必行,而北伐方略也严格按照诸葛亮的思路,步步为营,逐渐吞噬。 可惜,中国武侯长期拼身体,最终染病去世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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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